欢迎收看2020年十大科技新闻回顾 我们今集先看看 蚂蚁集团站门上市的新闻 原定在去年11月5日上市的蚂蚁集团 在上市的前一晚 突然间在上交所和港交所宣布 同步撒停A股和H股的上市计划 早前蚂蚁集团在香港招股 破纪录录得155万人的认救 动支1.3万亿港元 其后蚂蚁集团发公告说 接受了金融管理部门的约谈 并会在部门的指导之下成立整改工作组 全面落实约谈的要求 规范金融业务的经营和发展 至于未来会不会重启上市计划 至今还是未知之数 继蚂蚁集团上市失败之后 阿里巴巴也成为内地反垄断调查对象 调查阿里巴巴二选一等涉嫌垄断的行为 二选一是指电商平台要求入住商家 只能在该平台提供服务或产品 即是商家不能同时在其他平台上开展经营的活动 其实不单只电商平台出现二选一的情况 内地的外卖平台 快递物流和民运内容平台都有二选一 所以未来都有机会成为当局的执法对象 另外美国和欧盟都有意对科企涉嫌垄断进行监管 例如是Google 被美国司法部和多个州份提出反垄断诉讼 如果诉讼成立的话 Google将会面临罚款、分拆或重组业务 Apple Pay正式支援香港八达通 香港用户可以将手持的实体八达通卡 加入Apple Wallet 港铁、九巴和杜伦都支援服务 另外,龙云巴士装设了最新的电子支付装置 支援非接触式NFC泊卡 和QR Code形式的电子支付 而港铁也宣布和支付宝香港合作 将会在1月23日推出二维码付款乘车服务 港铁期望未来会增加微信、银联二维码支付方式 以及支援信用卡直接付款服务 斯洛伐克网络安全公司发现 市面上一批iOS产品、Android产品、电子阅读器 和WiFi router等等的装置都存在严重漏洞 用户发送原本经过加密的信息时 有机会被黑客截取并将数据解密 安全公司说漏洞和WiFi晶片有关 而且涉及全球超过10亿布装置 苹果公司在WWDC2020的大会里 发布了最新的Apple Silicon 苹果公司表示 将Mac转用苹果开发的晶片 主要的原因就是想产品变得更加好 而当中Mac的效能发展 大部分时间都受到Intel的开发进度影响 转用苹果设计的晶片 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提升能源效益 设计出更加快、更加省电的Mac电脑产品 同时亦可以兼容iOS和iPadOS系统的软件 而最新一代MacBook Pro 采用了Apple自家ARM架构M1处理器 官方说它的好处是采用统一记忆体架构 缩短了不同零件之间的沟通时限 令到反应比起以往更快 另外有消息说Apple正在研发下一代的Apple Silicon CPU 预计今年下半年推出 估计这个处理器将会安装在iMac上